來跟這位馬來西亞的爸爸說聲對不起 你要的公道 我們台灣政府沒有辦法給你 好不好 馬來西亞的朋友們 我們台灣最喜歡養死刑犯了 那些死刑犯呢 個個都殺了超多人的 就算被判了死刑 他還是不會死的 不好意思 馬來西亞的朋友們 各國的朋友們 如果你來台灣被殺 剛好而已 台灣政府呢 台灣政府就是 就是被害者沒有人權 然後殺人者 加害者有人權 那我們政府深信呢 每個殺人的 無法無天的殺人者 黑社會 做壞事的 殺了再燒 奸了再殺 這種的都是可以叫化的 台灣政府 已經經過了4年了 我出來罵了4年了 完全沒有任何的改 就算在罵40年 也不會有人改 所以不好意思啊 馬來西亞的朋友們 如果你在台灣請先知道 台灣你發生任何事情呢 你想要的公理正義 在我們台灣抱歉 沒有 台灣沒有公理跟正義 抱歉 台灣是犯罪者的天堂 如果你可以不要來就不要來 我們台灣 判死刑 等於 無期徒刑 就是關到死啦 叫死刑 我們台灣判無期徒刑呢 是會放出來的 那我先預告啦 喔 這個最後的決定 這個人一定是可教化 因為才殺一個嘛 差不多嘛 殺3、4個都沒有判死刑了 殺一個算什麼 對不對 才11個人算什麼 也許很多人聽我講這句話 館長有沒有搞錯啊 你這樣講話啊 死人這麼沒道德啊 我沒有沒道德 我不想給你美麗的謊言 那台灣司法就是需要改革 但是沒有人願意改革 立法委員是來賺錢的 不是來修法的 立法委員是來幫財團服務 我們台灣的政治委員會每年都在忙選舉啦 台灣的什麼東西都不會更改啦 法官愛怎麼判怎麼判 殺人不用償命 很剛好而已 你會怕的話就不要來台灣 館長 現在喔 什麼兩公約世界上 喔 大家都免除死刑了 你有沒有國際官啊 啊 小孩就不是他的 死又不是死他家的 怎麼會有感覺咧 我倒是也沒有說把誰揍了一頓啦 但是我覺得有痛的來跟我講說到底是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可以好好的溝通 你說要痛要講嘛 我那時候就講了嘛 我講那個三紀律 我講我健身房很痛嘛 結果我講了呢 講了之後被你們民進黨輪奸 館長你以為你這樣健身房生意會比較好嗎 歡迎大家去見工 館長你以為你這樣健身房會很好嗎 蛤 現在講我們時鐘部長 什麼東西啊 蛤 蛤 跟你講 我也講了啊 我強了餒 齁 用圍剿餒 一些妖魔鬼怪 一些垃圾二樓糕的人 一些賣XXX 靠民進黨在噴 趕你做去吃的 噴 噴你那吃的 啊跟我講勁 我也會聽而已 你沒有什麼死了勒 我不是會痛而已 我是快要死了勒 啊結果勒 講了之後被你們民進黨輪奸 然後我又問民進黨 不干他的事 他沒有這個意思 OKOKOK 兩個月前嘛 我講一下 一大堆人跑出來 一大堆啊 一大堆啊 你們這些人跟共產黨有什麼聲別 所謂的 多元宇宙科 不知道院長有沒有聽過 當然 這個在成立的時候我就知道 是 做什麼 沒關係院長 院長回答 唐鳳部長不用回答 我想請教院長 除非你想創位 否則的話不要回答 多元宇宙科 多元宇宙科 什麼 是什麼 那請部長給你說明 來最後一分鐘的時間 院長我想請教 最近比較夯的是這個數位發展部 本席跟交通委員會 也有到數位發展部這邊來去做了解 那其中很多國人就關心了 就是說 部 預算57億 但是加上前瞻計劃 160億總共有200多億 200多億 甚至比 我們傳統的部會的 預算都還要多 其中有一些 司跟科 相對來講 大家都不清楚 那我想請教 大家沸沸揚過去這一個月 就討論 所謂的多元宇宙科 不知道院長有沒有聽過 當然 這個在成立的時候我就知道 做什麼 院長回答 唐鳳部長先不用回答 我想請教院長 唐鳳部長不用回答 我想請教院長 除非你想創位 否則的話不要回答 多個元宇宙科 多元宇宙科 是什麼 請部長給你說明 來 院長 元宇宙是什麼 請部長 就這些事情跟你說明 多元宇宙是什麼 你是怎麼樣 今天是要考常識還是要少數 不是我想請教院長 如果說一個部會剛新成立 院長都不清楚 或說院長都不了解的話 我們國人怎麼會了解 再請教 多元宇宙是什麼 委員 我這裡 不是 要讓院長全面 國人才會了解 主張示範 首先 先拆到側邊的腰封 然後呢 把 背心 領口套入頭部 然後再把側面的 讓我們把它固定好 好 主張往地 卡住可以這樣 一打起來 往前 四次可以 來 好 先把它穿起來 好的 現在要示範快拆是不是 好 快拆 請 把這兩口 好 打開 請解鋼 好 右手去拿 快拆當手 好 拉出來 然後往前推 好 這是在 所以快拆以後 就組不起來了 可以可以組 馬上組給你看 那這樣子組裝 會不會太麻煩 沒有 這是一到 像我這個 組裝就很簡單啊 就這樣吧 就好啊 就好啊 就很快啊 但是 當 但是當落水的時候 沒有辦法這樣拆 只能一條線一拉 全部脫掉 受傷 對 幫我 當你受傷的時候 你可能只有單手可以操桌桌 這不是 反而是另外一種 出戰的時候不是兩隻手 都有東西是好 對 所以不是 每次都可以跟 你踩 都可以這樣 對 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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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 宝賓 ac 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